冰淇淋看起來超美味 很難想像原料竟然是廢棄塑膠 不過利用分解塑膠的新技術 製作出的環保冰淇淋 才亮相就引來反彈 製作團隊解釋是利用細菌產生的酵素 消化塑膠 轉化為能食用的香料 香草醛 目前雖然還沒通過安檢 但製作團隊想凸顯惡化的塑膠問題 同樣透過食物喚醒大眾環保意識 英國這家新創公司研發了人造肉 淋上熱油就成了美味的牛排 號稱實驗室培養出來的更美味 研發團隊說隨著技術改良 人造肉甚至更便宜 美味的人造肉能不能取代傳統肉類 還沒有定論 但有專家認為 透過實驗室生產 想符合標準需要更多資源 不一定能減少碳足跡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先別忘記了 前輩他 提到 我